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面看看它在微信小程序上面是什么样子吧 我们先打开手机里的微信应用 在发现里找到小程序 然后搜索小程序的名字 或者直接用微信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直接进入小程序 小程序相当于是一个小网站 有首页 文章列表 文章详情 分类列表 关于我们等等 小程序里看到的文章的内容 全部来源于我的wordpress网站 向上滑会自动加载更多内容 底部的栏目就是网站文章的分类 可以给每个分类指定一张封面图 底部的排行 可以按照评论术 浏览术 点赞术 对文章进行排序 因为我没有做微信公众号认证 不能开通打赏功能 所以不能打赏 这个关于我们是一个wordpress页面 前面的那些都是文章 在关于我们页面的最后 可以直接点击打开我的网站 显示的是wordpress网站的手机版 首页上面那三张图也可以自定义 点击直接进入文章详情 每篇文章的底部有上一篇和下一篇文章 还有猜你喜欢 还有评论 小程序支持视频 这个视频可以是本地视频 也可以是腾讯视频 视频是可以全屏播放的 首页文章默认排序规则是 新发布的在上面 老的在下面 每个分类可以自定义封面图片 修改图片是在wordpress里完成的 至于显示哪些分类 这个需要写到小程序的代码里 在首页还可以全站搜索文章 文章详情页的底部 右下角的那个图标 点开后会出现一个工具栏 可以点赞也可以赞赏 目前没有开通打赏功能 所以说无法使用 还可以把当前文章 转发给微信里的其他好友 还可以分享到朋友圈 分享朋友圈是通过 先生成一张海报来完成的 海报里的图片也可以自定义 默认会抓取文章的第一张图片 如果文章中没有图片 使用系统默认图片 这个图片也可以设置 这些文章列表的缩略图 都是每篇文章的特色图片 小程序和公众号 它们还可以相互绑定 一个公众号可以绑定多个小程序 在公众号里面可以直接跳转到小程序 也可以在小程序里跳转到公众号 这节课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下次课见 那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